在你选择开银行户口的时候,可能会见过有一些提供储蓄户口的机构叫Building Society 他们一般给到的利息都是高点的 究竟Building Society 和银行有什么分别呢? 存款又有没有保障呢? 为什么他们有比传统银行可以给高点利息呢? 这条片我就和你一起看看Building Society 的好处和坏处 有兴趣就继续看下去吧 大家好,我是小鱼巴 我在这个频道主要分享关于英国的投资、理财、税务和其他生活的资讯 这条片的内容和钱有些关系,请大家看看这个声明 这条片的内容纯粹是资料分享,并不是任何产品的推广 也不是给你的个人投资建议 大家如果有税务或财务的问题,最好是征询相关的专业人士 如果你上网去找英国的储蓄户口 都很可能会找到一些金融机构叫做Building Society 他们提供的一些储蓄户口比传统银行的利息更高 有位网友还说他观察到在Building Society开户的人 很多都是比较年长的人 究竟Building Society是什么呢? 首先Building Society并不是银行,不是bank bank这个字在company's house是一个sensitive words 一间公司的名字是不能随便有银行 有bank这个字在里面 要在一间公司的名字里用bank这个字是需要向FCA申请 得到FCA的批准才可以用 如果要我用一句说话去形容什么是Building Society 我会说他们是一些为了帮助会员而成立的金融机构 可能我这样说你不明白我说的什么 不过你听下去就会明白 不过因为想讲详细一点 想在这一条片中把所有关于Building Society的东西都分享给你 所以这条片可能会比我平时拍的片长了一点 在18世纪的英国要问银行借钱 通常都是要一些很有钱的人才做到 普通working class的人就很难问银行借到钱去买房 所以当时就有些人开始去搞一些组织 去帮助他们的会员借钱 那些会员借到钱就可以用来买地和建屋 究竟Building Society是如何运作的呢? 如果我们看回银行在社会上的角色 有些人会觉得银行就是让他们很安全地处起钱 但是如果银行就只是一个甲慢 或者保险商给你放钱进去 理论上这是一个服务 所以你放钱进去应该是你给回服务费银行 其实银行其中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收集一些短期的借贷 将它们变成一些长期的借贷去借给人 例如好像我们在银行开储蓄户口 在我们客户的角度就是我们把钱进银行 但是其实在银行的角度 其实就是银行问你借了钱 而它给你一些利息 这些通常都是一些短期的债务 因为我们开储蓄户口是可以随时拿钱的 就算是做定期的 都是说一年两年甚至最长都是五年 银行收集了这些短期的债务 就会将它套用到一些长期的债务 借出去 例如借钱给一些人买楼 这些是二三十年的债务 你在外面很难找到一个朋友 会借钱给你二三十年去买楼 所以银行就可以为社会提供到这些功能 这个正正就是Building Society成立的目的 希望收集一些会员的存款 然后就用来借给一些需要买楼的会员 就达到刚才所说的会员互相帮助的效果 或者你可以这样看 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 其实就是给钱银行去用你的钱去再找多些钱 当然它要承受一定的风险 但如果你把钱放入一个Building Society成为他们的会员 其实就是用你的钱去帮助一些想买楼 但又不够钱的人 但Building Society和银行又有什么不同呢 银行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赚钱 他们是有股东的 所以他们整个运作提供的服务的目的 都是为了赚钱 就可以派息给股东了 换句话来说银行是一盘生意 它是跟你说金不是跟你说心的 但是Building Society就不同了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亦都不会有股东 不会需要派息的 当你在Building Society开一个户口 你就成为Building Society的一个会员 而不是一个客户 就好像Building Society你是有份的 是他们一份子 刚才提到Building Society不是为了赚钱 但他们要运作都需要赚钱 令到他们可以维持他们日常的业务开支 例如分行的开支 请人这些 但是当他们扣除了这些开支 如果赚到钱 其实他们是会回馈回给会员的 当然不是直接派钱给会员 而是因为他有盈利 对于一些存钱进去的会员 他们就可以给高点的利息 让他们可以借钱 而对于一些借钱的会员 他们就可以提供低点的利息 让他们可以借到钱 所以Building Society 就不是一盘生意 很多银行都是上市 你和我都可以买他的股票成为股东 但是你不会见到Building Society会上市 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 Building Society的数量 已经比之前少了很多 在1910年当时 英国有1,700多间Building Society 但是到了今时今日 根据Building Society Association的数据 英国只剩下40多间Building Society 最出名的那间应该就是Nationwide 好了 因为有些朋友在考虑 应不应该在Building Society开户口 所以我在这里用不同的角度 去比较一下银行和Building Society的分别 首先第一样就是提供产品的类型 刚才我都说过 Building Society一开始成立的目的 是帮助会员拥有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去买楼 所以它提供的服务在借贷方面 主要都是做楼宇按揭 而存款方面主要都是做储蓄户口 Cash ISA户口 所以你会发现一般的Building Society 是不会有投资户口 也都不会做外汇 International Global Transfer 这些服务 他们通常都是没有的 甚至乎很多是连Current Account 都不会有的 因为他们收你的存款的目的 是借给其他会员的 并不是想给你一张debit card 然后就没有去支付你日常的开支 所以在这方面来看 Building Society提供的产品 是比银行少很多 第二就是银行和Building Society 在承受风险的取向上面 是有分别的 银行转一盘生意 他要将盈利最大化 如果以一个借贷的生意角度去看 要赚到最多的钱 他就要减低借贷的风险 即是尽量减少借贷 给一些有机会还不到钱的人 可能你会有听过的人说 银行并不是开善堂 更加下雨的时候就会收借 但是Building Society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会员 所以一些比较难问银行借钱的人 例如一些老人家 一些soul trader 他们可以在Building Society 借到钱的机会 就比银行大了 第三就是在利率方面的不同 因为Building Society 是没有股东 不需要派息 所以好像刚才我们所说 Building Society 可以透过给一些好的利率offer 他们的会员 去让他们分享到那个盈利 如果你是存款进去的 他可以给你高一点的利息 相反 如果你是问他借钱 他就可以收你低一点的利息 但是至今日 由于英国已经有很多Digital Bank的出现 Digital Bank 由于他没有分行网络 所以他的开支是比传统银行低的 他们也可以给到客户高的利息 所以如果你上网找一些高息的存款户口 无论是easy access 定期 还是cash isa 其实有不少Digital Bank offer到的利息 都高过Building Society 所以Building Society 在今时今日的优势 或者存在的意义 已经比之前大大减少了 第四就是服务方面 由于一般Building Society 都不会像传统high street bank 有那么多的资金去支持 所以他们一般提供的服务 都是没有银行那么全面 就由分行来计 传统银行的分行网络 是庞大很多的 很多银行在英国不同的地方都有分行 虽然他们近几年都不停在剪分行 但是Building Society 一开始成立的目的 是服务他们local的社区 所以他们最多只做自己的区 或者地区的客户 规模相对比较小 有些Building Society 甚至连网上银行 或者手机APP都没有 所以有时你在网上 看到一些Building Society 提供的储蓄户口 其实是没得网上开的 而是要你亲身去他们的分行 但是现在最出名的Building Society Nationwide 就是一个例外 它本身合併了几间的Building Society 现在已经变成K营地大了 Nationwide 在英国有超过600间分行 有1600万个会员 又有Current Account 又有Credit Card 还还有保险 但是做到这么大规模的Building Society 其实就没得几间而已 最下一个第五就是Voting Right Building Society是会员制 例如作为会员他们有投票的权利 每年Building Society都会有一个 annual general meeting 会员是一人一票的 会投什么呢 例如board of director 里面的职位分配 是不是有新的director 在哪里开分行 甚至乎要出一些什么新的服务 都有得投票的 不要以为只是摆钱进去的会员才有得投票 借钱那些都是会员 所以你在里面做Mortgage 都是会员 一样有得投票的 以Nationwide为例 在里面拥有Current Account Savings Account Mortgage 甚至Business Savings Account 的会员都有得投票的 不过如果是Business Savings Account 就一定要是Soul Trader 或者是Partnership 是因为防止一些大公司 可以干预他们的业务 如果你在里面开链名户口 就只是其中一位户口持有人有投票权 说到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Building Society一般的好处就是 可以给到会员好一点的利息 无论你借钱还是存钱 而且会员是有投票权去参与业务发展的决定 坏处就是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比银行少 而且他们是专注服务一个比较小的地区 没有银行的全球性 例如不会像一些大银行 有一个国际的网络 在香港、英国和其他地方都有分行、业务 另外因为Building Society是会员制 他们的会员是有权投票的 所以不少Building Society的户口 是有最低存款额 不然就个个开个户口 跟着不放钱进去都可以成为会员 那就不行了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存款保障方面 放在Building Society里面的钱都一样有FSCS 8万5千英镑的保障 他们和银行一样都是受到PRA和FCA的监管 所以在存款保障方面和银行是一样的 另外最后看一个Building Society的特别情况 Building Society做到差不多是有机会变成一间银行的 如果一间Building Society选择转了一间银行的话 通常他们的会员就会成为股东 就会派一些股份给他们 他们可以保持股票 或者卖出去赚钱 不过为了防止有些人知道 Building Society快变成一间银行 就立即去开户等自己有股票分 很多Building Society在你开户的时候 里面那张Terms and Conditions 都会有一条叫做Charitable Assignment的条款 限制了当那间Building Society 有一天真的变成一间银行 或者跟其他Building Society合併的时候 你会不会拥有当中带来的好处 好像Yorkshire Building Society那样 它的条款就是在你开户五年内 你都不会有这个权利 而多少年每间Building Society都不同 有些就直接划死了 在哪一年之前开户的会员才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大家开户之前不妨留意一下 最后再补充多一点 一开始我说银行会把收回的存款借出去 这个只是一般大众认为的操作 其实银行是不需要有客户的存款 才可以借钱给人的 不过这个概念就比较复杂 也都不是这条片的主题 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解释了 我发觉我的声音真的越来越沙 如果你有一些可以保护声的秘方 而在英国又可以做到的话 不妨分享给我听 如果你想了解其他关于英国银行的资料 可以继续看右边这两条影片 想支持我继续出片的朋友 欢迎你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这个频道 按下小铃铛 和follow小鱼巴在英国 facebook page和IG 希望你看完这集后 对Building Society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